第一届学青会田径项目女子100米决赛 我们先看亚运会冠军葛曼奇的精彩表现 她小事牛刀最终以11秒56的成绩夺冠 这个成绩虽然不出众但毕竟是上午进行的比赛 而且场地明显很湿滑 加上对手不强葛曼奇也算是正常发挥了 林心仪、蔡雁廷分获2-3名 如果说大学一组的100米比赛没有太多亮点 那么中学组女子100米决赛 我们看到了一个惊人的好成绩 这将小将陈渝杰创造11秒43的好成绩夺冠 这个成绩隔空超过了葛曼奇大学组的夺冠成绩 当然不能说两人一起比赛陈渝杰就一定能赢 但只有15岁的陈渝杰太让人期待了 陈渝杰的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 从小陈渝杰就接受了体育训练 并且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最终确定要征战父母曾经的跑道 那就是女子100米 接下来就是不断拿下青少年组的冠军 直到本次比赛 外界发现陈渝杰的成绩已经不逊国家队的主力了 期待陈渝杰未来一飞冲天 再走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